凡夫没有智慧 不能并别善悟 把悟当作善 拼命去找 最后果报现前了 后悔莫及 这都是事实 佛菩萨慈悲 祖宗慈悲 把什么教 实际上什么教 我标准定下来了 也是不多少数人 读神仙书 读佛菩萨的经典 这人数不多 知道 虽然知道 这个标准 做不到 什么原因 烦恼习气太重 业障太重 知道做不到 又何款今天的环境 今天的社会 我都算少 让一般人确实 烟花缭乱 不能辨别是非善悟 把我当作善悟 把非当作善悟 很多很多 自己迷在其中 没法救啊 到果报现前了 后悔来不及了 说实在的 人在世间 一银一煮 苦乐之报 自己要是非善悟 自己要赴百分之百的责任 自己要赴百分之百的责任 我为什么那么听话呢 老祖宗定的标准 就是 无论 无常 思维 你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简单 概括起来 实在讲 老祖宗教 给我 第十二个字 消体中心 离意廉耻 仍爱和平 就这十二个字 绝对的标准 它不是相对的 这是新的 七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与这十二个字相应 你是孝子 先孙 这是金孝道 这十二个字都没有了 那就造的是地狱业了 地狱 无量无边 为什么 众生造的 我业 无量无边 与这个相应的 相应就是天堂 三善道 那就标准在此地 佛法的标准 也非常简单 一进途中讲 敬业三辅 绝对的标准 五界 十三 六度 普行神月 就这么多 佛菩萨 佛菩萨 慈悲 也 简简单单 叫到我们 一定要值得遵守 不能毁饭 不能毁饭 都能够守到 不能向上提升 也不会躲上我头 生生世世都能守住 你就生生世世 不舍人生 三善道